桃園機場內人來人往 最吸睛的則是這三隻小狗狗 小小的身影跟在主人身旁 還有乖乖坐在行李拉車上 模樣十分可愛 他們也要和主人一起排隊出境 來到飛機上不吵不鬧 待在寵物袋裡等著起飛 體型雖然嬌小 不過卻相當吸睛 讓其他乘客忍不住 轉頭多看機眼 能夠帶毛小孩一起到韓國旅遊 天天黏在一起 讓主人們都相當開心 我想說帶他出來見見識面 大家看有沒有交到國外朋友 上去之後其實他們 也沒有亂吵也沒有亂交 下次還會繼續參加 會啊 如果還有團的話 我本來就想帶狗出國 之前比較沒有那麼友善 之前寵物的話 他是需要帶貨場 有機會可以帶狗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還好 就是也蠻多人都看過 但是多數的人都是很驚訝 桃園國際機場內能看見毛小孩 是旅遊業者推出的寵物旅遊 現在不少人都把毛小孩 當成心頭肉更視為家人一樣 過去寵物出國都得待在貨艙 現在有旅遊業者幫忙安排 讓主人能夠帶著毛小孩一起待在客艙出國旅行 但還是得注意各個航空所設立的規定 以寵物為家人的一個概念 我們一起出國玩 就不用說寵物就只能在家裡 或者是只能去住旅館 我們是寵物一起上飛機 而且我們不是做貨艙 我們是做客艙 業者看準商機也完成主人 帶毛孩出國的心願 達成雙贏局面 未來帶寵物出國 不再是一大問題 TVBS新聞黎智偉莊盛雄 如品浩桃園報導